欢迎来到大江小路的频道 万圣节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个南瓜灯 这个就是我们买回来的南瓜了 首先我们需要在南瓜的上面画一个圈 一会儿大概我们就沿着个圈这样切下去 然后找南瓜稍微干净一点的一面 画上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 我们画的时候可以画的稍微小一点 因为一会儿我们需要把这个黑色的画的线都切掉的 好了 画好大概的形状以后 我们就要动手切它了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南瓜上面切一刀 把这个南瓜的顶取下来以后 我们需要换小一点的一把刀 把这个南瓜的里面都挖掉 用这把小刀在南瓜的这个囊里面画一个圈以后 我们就用这个勺子 把上面的这一层南瓜肉给它接下来 把这个南瓜肉上面这个盖接下来以后 这个里面就都是南瓜的籽了 然后我们继续用这个勺子把所有的南瓜籽都掏出来 我发现用这个勺子不是很好掏 我们就直接上手了 万圣节南瓜灯源自于古爱尔兰 传说中有一个叫Jack的罪汉 很喜欢做恶作剧 在万圣节当天 他设圈套将魔鬼困在了树上 也不许魔鬼下来 直到魔鬼答应他不让他住在地狱 Jack死后因为他不相信神 也进不了天堂 而魔鬼也不让他入地狱 为了协助Jack找到回到人间的路径 魔鬼给了他一块燃烧的碳 Jack将这块燃烧的碳 放在了他以大红萝卜雕刻的灯笼里面 但是呢最后他也没有找到 于是他永远带着这个灯笼在人间流浪 在古爱尔兰的这个传说里面呢 最早这个灯笼是用胡萝卜做的 但是后来爱尔兰人到了美国 发现用南瓜来雕刻这个灯笼 比萝卜更胜一筹 于是南瓜就成了万圣节的宠儿 费一些力气把这个纸全部掏出来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用这个勺子 把这个南瓜这个壁刮干净 内壁 因为它上面会沾很多这种 纸留下来的这种须须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用这个勺子 给它刮干净一点稍微 在刮的时候呢 也要注意一点 不要用力过猛 把这个南瓜给刮穿了 刮完了以后呢 就把里面的这些刮下来的东西都倒掉 倒完刚刚刮下来的东西以后呢 我们可以把一会做脸的这一面的南瓜 稍微刮的再薄一些 这样的话呢 一会我们切形状的时候比较容易切 但是也要注意啊 不要挖的太薄了 挖的太薄的话可能会透出去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叼它的形状了 我们先来做它的眼睛 好了 第一个眼睛已经下来了 下面是第二个眼睛 好了 第二个眼睛也下来了 下面我们来做它的鼻子 好了 它的鼻子也下来了 下面我们做最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它的嘴了 这个嘴因为有一点弧度 所以这个刀很难切啊 好了 那它的嘴呢 我也切完了 但是我刚刚在切的时候 没有很注意 少给它切了一颗牙出来 现在它这个样子呢 就不是特别的恐怖 让我甚至感觉有点搞笑 好吧 就感觉这里缺了一颗牙 南瓜灯的形状切好以后呢 我们就拿一个蜡烛 把它点上 然后放到南瓜灯里面 然后盖上它的盖子 这样呢 我们的南瓜灯就彻底做好了 让我们来关灯看看它的效果吧 这个呢 就是关灯以后 把蜡烛放在南瓜灯里面的效果了 我们这次买的蜡烛呢 稍微有点大 所以呢你能从前面的孔洞看见 其实如果你买一个小一点的蜡烛的话 你是看不到里面放的蜡烛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亮一点的话呢 就在里面多放几个蜡烛就好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拜拜 拜拜 拜拜